云林的北溪社区经过这几年的改造 不仅有简直彩绘村的封号 当地的农产玉米也成为了特色之一 社区利用假日举办第四届的玉米和毛巾节 在美丽的氛围当中 游客亲自下田 采收玉米 品尝玉米 而另外邻近社区也前来支援展现在地特色 让会场是成了云林县的缩影 护卫镇北溪社区利用假日假期 举办农村再生的成果展 以及护卫镇玉米剂毛巾节 现场除了有香喷喷的县煮玉米外 还能下田采收玉米 而且只要双手拿着洞都可以带走 像我们的中全部的山地 全部三分之一 对 中山地 山地是整天都整 整天都整 因为我们看不到三区 所以我们三区都沦座 一直翻到整 护卫北溪社区参加农村再生计划 脚步走得相当的快 这场活动除了是护卫镇的活动外 也是社区参与农村再生的考验 包括云林县长李静勇 立委张家俊 以及多位民意代表都前来祝贺 这个政策 可以让他这样营充与全台湾都很出名 尤其是我们这个检子艺术村 现在是很多家庭的时候 很多家庭 家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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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会来到我们村来 来参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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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相信我们今天大小的小孩 大家都出来 看来这么老人家庭面的时候 那就我们要特别的感谢 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 可以说这几年的时候 在基站默默的慢慢的在经营 尤其今天配合 我们核会订工所来扮这个玉米 烹起来的花团 我们觉得很漂亮很香 甚至在这里有很多 我问你们是不是都做幼稚 大家都抓手 他们就是做幼稚的专家 玉米是胡尔镇的主要农特产品之一 每年有上千公顷的栽种面积 因此公所在推动毛巾产业的同时 也要协助农民行销农产品 普通当中除了各社团的精彩表演外 临近社区也前来参与展示 现场有的吃又有丰富的装品 吸引了满满的人潮 这也让乡下的北溪社区 突然间热闹起来 记者李明晏约领采访报道